提到唐国强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当之无愧的老戏骨 从出道至今 唐国强饰演过很多经典的影视角色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还有网友将其称为 一个承包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男人 尤其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 虽然年代有些久远 但是如今可是鬼畜界的经典 最有灵魂的莫过于那一句 唐国强从小就和文体结缘 小学时就是儿童艺术团的团长 之后还担任文体委员 中学毕业以后就进入了话剧团学习表演 这一学就是五年 1975年唐国强出演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南海风云》 在影片中饰演男主角 可以看出唐国强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小鲜肉 还有玉面小盛的称号 当年的走红不仅是实力出众 也有可能是占了颜值的便宜 除了演戏 唐国强在书法艺术上也很有造诣 他的书法作品不但在中国美术馆展览 还参加国内外巡回展 曾获得东京国际文化交流书道展特登奖 但就是这样一个在演技上毫无槽点 艺术造诣颇深的人 在感情上却引起过巨大的争议 唐国强的第一任妻子叫孙涛 孙涛家境优渥 在当时是妥妥的白富美 俩人于1977年相识 孙涛对唐国强一见倾心 那时的唐国强还只是一个小演员 后来唐国强之所以能进八一场 也是因为有孙涛的帮助 俩人很快就步入了婚姻 婚后唐国强继续在外边打拼事业 孙涛则成为了唐国强背后的女人 重心放在了家顶上 之后女儿唐力出身 一家三口的生活也算是幸福美满 只是天有不测纷纭 后来孙涛在除夕夜自杀 年仅35岁 孙涛的父亲因为伤心过度 不久后也离世了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孙涛选择在这个 和家欢乐的日子结束生命呢 关于孙涛的死因众说纷纭 有人说是因为唐国强婚了一出轨 也有人说是因为他的精神有点问题 无论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身为丈夫唐国强都难自其就 一度有人称呼他为父亲汉渣男 唐国强也曾经向媒体表示 孙涛是因为精神原因才会选择自杀 却遭到了孙涛母亲的反驳 孙涛母亲表示 孙涛是因为发现唐国强婚内出轨后 心情抑郁身体也变得很差 在这样的条件下呢 还收到了唐国强的一纸离婚协议 逼得孙涛最后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关于这件事 唐国强百口难辩 毕竟大家只相信自己相信 但还是有一个理解他的人 那就是他的女儿唐力 唐力曾经透露 母亲的死并非是父亲的责任 背后的真正原因是母亲太小心眼 无法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情绪 才会酿成悲剧 孙涛去13年后唐国强再婚 结婚对象是女演员壮丽 他也就是孙涛母亲口中的出轨对象 唐国强和壮丽是英喜相识 壮丽比他小12岁 婚后又陆续生了两个儿子 壮丽和唐国强结婚后 便放下了自己演员的职业 成为他背后的女人 同时也是他的经纪人 值得一提的是 壮丽和唐国强的女儿唐力相处得很好 如今的唐国强已经年轻古兴 和壮丽结婚后生活幸福 也没什么绯闻 还能看到俩人经常一起去出席活动 感情的事情 外人很难去评判谁对谁错 不过私人已逝 唐国强也得到了女儿的谅解 也不视为一个不错的结局 关注老姨父 带你看娱乐圈明星亲戚的那些事